大家好,我是千锋大树一讲师艾冬 那么这一讲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Linit当中的一个 下载脚本的一个流程控制 那也就是我们家伙当中的if-l 然后还有以及我们的for循环 well循环 这两个知识点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if 那这if的这种形式的话 可以是单个if 但是下载脚本当中 它必须要用fi来反制 就是这个单词的一个反制 它来结束 那么的for循环也是一样 那还有if-else 是吧 然后这种的话 就是在if下面必须要有任 然后还有if-else 然后if 但是它没有else-else 只有1,2,if 这也得注意一下 只要在if后边都有任 没有任 它绝对报错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就简单的写一个例子来验证一下 就行了 因为你们学过这个java肯定来说 因为你们学过这个java肯定来说对于学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我这边都把脚本都给你们保存到这儿啊 这个叫if 就if 呃就if吧 if 点sh 点sh 好 把它这个打开 警号 然后这个感叹号 b 下面的 呃 错了啊 感叹号也错了 感叹号 然后b 下面的什么呀 bass 然后我们写一个 if和这个if else的都写吧 a等于我们还是以前的那个啊 a等于20 然后这个b等于10 然后我们写一个if 注意啊 if里面的空格啊 if后面空格 然后这个中口号空格 然后里面也要空格啊 donald for a 然后大于donald for b 空格注意空格啊 然后任 然后我们说这个echo a大于啊 嗯 a donald for a 我们直接donald for donald for a 然后大于donald for b ok 这样就可以了啊 然后if结束 必须用它来结束 否则fi啊 反制 那就是其实就是ef的这个反一转是吧 刚好 然后我们来加一个else 这三种形式啊 加一个else 如果说它不大于它是吧 那我们这个 我们先写一个小于吧 如果它小于 那么这儿就写一个else e2se else下面就不用写任了 echo 然后它这个是donald for a 然后 然后呃不小于是吧 e2lote small smaller啊 a到那是b啊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 它是那这样小于的话 我们就写它小于啊 不小于那就是大于呗 是吧 换一种写范儿语 是吧 那我们再来加一个else啊 那加一个else if啊 然后a小于b 然后它是不可能的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加一个e2if 然后e2if e2if啊 注意啊 这个下面就必须留任了啊 任 然后呢 这儿的话 我们这个控制条件 要写一个控制条件啊 就e1if的地方呢 都肯定有控制条件 那么这个 它就是donald for a大于 我们这样吧 donald for a要大于它是吧 但是呢 and 呃 咱们写-or是吧 或者是-a哦 and我们的这个donald for b donald for a 然后要小于 donald for c 我们那再定一个c变量啊 那我们的c等于这个不能空格啊 等于15吧 好吧 那我们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donald for a大于donald for b 那是对吗 那不对啊 donald for a大于donald for b 对的啊 对的 然后这个是tool 然后donald for a要小于donald for c donald for a小于donald for c 然后这样的话donald for b donald for b ok donald for b小于donald for c 那这样的话 两个条件它都满足了 是吧 它将会走这一个 然后是a大于donald for a 大于donald for b 是吧 然后anddonald for b 小于donald for c 啊 我们就这样写吧 看一下它能不能满足 否则一二s 否则啊 否则的话 我们直接就在下面写 echo donald for 我们写一个a 那就小于b donald for a donald for a 小于donald for b ok donald for a小donald for b 那这中间的话 它要走这儿的话 它就不会再走这儿了 是吧 好 我们那个 那当然这里面还支持我们的一个签头写法 那我这儿就不再多的演示了 我们先把这个例子运行一下 vi 当前目录写成if ok 负责进来 保存退出 注意控格 严格 注意控格 让我们把这个跟大家授权一下 mod -744 当前目录一辅 ok if .sh 执行 好 我们说了 二十是大于十的 是吧 然后这是第一个if 然后二十是小于一十的 然后二十是小于一十的 这样的话 最后两个是有问题的 我们把这儿看一下 它为什么走小于呢 那到那儿或a小于到那儿或b 在这儿啊 到那儿或a小于到那儿或b 那这个的话 这儿到那儿或a是二十 b是一十是吧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小于它是不成立的 这是不成立的 它为什么成立进来了 它应该是走这一个l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下面也应该是 它走了最后一个走了ls 而没有走上面这一个 嗯 刀那儿或a 小于刀那儿或b 啊 咱们这里面没有小于这说啊 没有小于这说 呃 这些都没有小于这说啊 然后这儿 我们的大于是什么呀 杠机器是吧 呃 然后这儿啊 也是杠什么呀 呃 机器是吧 然后大于啊 这儿都是大于 然后这上面有一个叫小于 那就是杠 l e是吧 l e l t 啊 那是让是吧 然后这个的话 他这儿我们是大于杠机 g t啊 然后这后面是这个小于杠 l e l t啊 l t 以防他小于的啊 然后这样的话就行了 这样的话就行了 好 我们来再来试一下啊 OK 这样的话就是20大于10是吧 然后下面一个的话是由于控制条件是小于是吧 然后我们说20小于10不对是吧 这个还是不对 然后我们到这儿来 我们看一下这儿啊 他这个刀那儿幅g t 他是大于 那我们这儿的话就不能写这样啊 那我们这个应该写成小于是吧 i l t啊 l t 好保存 我们想他打印的是这个是吧 OK 那这样就打印出来了 是吧 OK 那还是我们这个刚才注意啊 注意这个里面的写方啊 这些 杠 大于的我们通常改成g t 然后小于的我们改成r t啊 杠r t 然后这个改一改小于杠r t 然后这个是杠 g t 复制一下 杠r t OK 这样就可以了啊 好 我就不在这里面去写这个签套的了啊 然后这个每一个逻辑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ok的啊 呃 这个就是我们的if else 啊 if else 然后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空格以及我们表达式里面的东西啊 以及加一个认 如果说你非要想写成一行呢没有问题啊 那就是在我们这儿加一个什么呀 这个啊 加一个这个呃就是分号就是把每一个前面这是一句然后后面这是一句 然后这儿是一句啊 就是我们sure啊他其实没有这个分号这个严格用分号来换行啊 但是我们java不一样是吧必须要用分号那么这个如果说你要写到一行呢你就要保证这个呃用分号来分割啊用分号来分割就行 好关于这个if else的话我这儿就我说这么多啊if else我就先说这么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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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